騎鐵馬一馬當先 朱立倫的2016卻停滯不前 現在傳出主帥不出征 打算找王牌投手登板 被點名的是央行總裁彭懷南 彭總裁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亦師亦友 我一直把他當成自己的老師 我非常的尊敬他 那也常常的有機會 跟他請议一些問題 我也不知道今天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傳聞 但是他對我們整個社會 對大眾來講是具有國際聲望 而且真的是跨越藍綠 不只亦師亦友 彭懷南聲望高 藍綠通吃 恐怕還是朱立倫眼中 搶救藍軍選情的秘密武器 傳出朱立倫竟然頻繁求見 力勸彭懷南投身總統選戰 不過三顧茅庫顯然尚未成功 目前的工作是我的最後一項公主 曾不只疑似表態 央行總裁是最後公職 彭懷南拒絕更上層樓的話 說得比朱立倫不選2016還要死 2012總統大選 馬蔡的副手邀約也都被他婉拒 5月16國民黨初選領表截止前 打不打得動總裁的心 朱立倫還在拼 對總裁會是這個市長心目中理想的 2016挑戰的人選嗎 現在因為國民黨正在 林表跟連署當中 我作為黨主席不適合表達任何意見 但是我也是相信 很多社會大眾對彭總裁都非常非常地敬重 這個什麼時候了 還要請張三理事出來喬人選 有志者自己出來選 爆出找11A總裁出馬救援 即使不是朱主席的菜小辣椒 依舊勇往直前 面對黨內出現主帥確戰 可能瓦解2016防線的耳語 甚至傳出有人希望馬總統出面協調 洪秀柱已經義無反顧表態衝刺 朱立倫卻還在精算得失 找人代打 記得黃明正王政台北採訪報導 請進來 請進去